大家好,這也是Nexus 今天我們要講的東西比較特別 因為這個導演講說課程已經結束了 不過我現在想一想說 考試前的時候 我在錄這一篇 當作自己的 複習 複習 複習是一個結果 然後另外也是說 自己想說再把這個舊的東西 因為之前那個只有講一半 然後有好幾個科目也缺掉 那就今天開始 我要講的是 健康行為以及衛生 衛教 我在衛教再把他加音哥回來 這一次是講全部的 全部的課 全部的內容 但是是 我們就開始 首先他考的部分 就是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我 我寫幾個東西 你雇主生命 生物 社會心理 物理環境 這會變成一個關聯性 這四個東西 這四個東西就是導致你這個 人體的健康 以及 人體的健康 或亞健康 還有更 更嚴重的 重重度嚴重的 身軀 這是他的改變 好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 來接下來 經歸改變的 奇緣改變的要素 飽和 承接 那截抗 截抗部分要講一下 這左右 就是他左右 你放一個東西 我就跟你擋 擋在一起 這有點像抗體 你放一個抗體 然後我給抗原一對一這樣擋你 然後 用這個 用解抗的方式去做處理 很多地方可以用解抗的方式去處理 他們覺得 比如說跟小孩子說 你如果買什麼 你想買那個東西 結果我不給你什麼東西 就是你會有 想要得到一個東西 但是他會損失一個東西 那這就是一個解抗的概念 那這樣會讓小孩子會想 思考說到底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觸發 那很簡單 就是字面的意思 增強就是慢慢的增強這樣東西 慢慢的增強 比如說 你考試好 我就給你加一點零用錢 加一點零用錢 這樣子概念 類化的是說 隔壁的老王 隔壁小明他都 考試很好 就考試100分 你怎麼不學他 沒有 這樣有點賤 總之就是學 我就看到家長都是這樣 心理都是這樣子 就是想 希望他類化 類化其他人 類化那個高材生 來這個地方 考一考的東西 自覺嚴重性 自覺利益 然後自覺罪患性 自覺障礙 下去產生行為意圖 然後行為意圖 Clue to action Clue to action 這個喔 這個黑黑的是Clue to action Clue to action 然後繼續處理 然後 健康訓練模式 這個東西就是 最簡單的路門款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的 這個太簡單了 好 那讓我們看一下 第四章章節 行為經過 然後我在背的時候 第十章節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東西要背的概念就是 背的行為 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 自覺控制 對不對 背完這三格 三格之後 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 自覺控制 然後你 左 右 右 再一次 左 右 看到行為 兩個字 行為規範 控制 為什麼要這樣畫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 行為 結果 評價 這個 遵從動機 就是有什麼動機 自覺能力 自覺能力 然後 來看一下喔 這叫什麼 信念 信念 懂嗎 信念那個對方是重複的力量 所以不用去重複背它 你只要能夠先 先寫完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 自覺控制 那接下來就再背 行為規範 行為結果 行為結果 評價 遵從動機 自覺能力 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左右 就直接慢慢寫就好 這三格 就 這三格 你寫上去 你去背完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會寫了 你就慢慢寫 解決是一個概念 你在背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概念 不然那個東西會寫不完 不然就是寫 寫一寫 頭 頭一暈 頭一暈 然後就哇 東西就忘忘掉 就很尷尬 好 來看一下 這三個剛剛講的那個 講到那個 四個 四個角度 都 這個是三個 三個 三角版本 比較簡單的版本 行為 behavior personal element element environment influence 環境 環境改變 然後心理決定就是這樣 自我期望 自我效能 群體效能 就是讓其他的 重要他人 比如說爸媽 希望他們來 認可你 社會網絡以及社區社會網絡以及社會知識 社會知識網絡 然後壓力 個人 支援 然後組織支援 然後現在來跳 跳過來 這個都一樣 壓力在中間 個人 組織 個人組織 或是你也可以說團體 就是看你自己很危險 這個地方跳過來 健康 健康行為 看起來這個是健康意圖 這個還沒執行 那這個是健康的執行 健康的行為 他經過了 個體經過了 評估之後 覺得 做了某些事情 譬如說戒淹 戒淹是對我自己很有幫助 我家裡的人 譬如說 有小孩子了 有小孩出生了 嬰兒出生是很多 那個是給 像學姐有講到說 嬰兒出生是 學姐 我有學姐在做心武器的研究 她說 嬰兒 她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她是 幹了很大多數的 那個改變 行為改變的狀況 但是也許是 最創 創造的書最大 也是最重要 以及最好最好的 一次的行為改變的 那個 意圖以及 幹 以及機會 就是在嬰兒出生的前三個月 是這個原因 那前三個月 你叫她去 你就 我就不給你報啊 我就說嬰兒不讓你報 因為你會 你的吸煙會傷到嬰兒 就故意就這樣子去做 行為改變 那就這樣子就處罰嘛 就是處罰 處罰那個 一直抽煙的 可能是抽煙的媽媽 抽煙的爸爸 就這樣 可能是哪一方面 或是奶奶 奶奶爺爺 這樣子 你就抽煙 你就抽煙不讓你接近小孩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香土具 對不對 這個是真的 很有效率很高的一個東西 好 來看一下 社會社會社區社區社區 社區記這一個 需求共識 需求優勢 共識衝突 地區發展 營造 社運 權威 來看一下 權威 搶到權威就是當代的東西 就像對岸 對岸 每天都在挑戰權威 所以台灣這個是 對岸的 對岸常常會去處理 這些每天都在挑戰權威 還蠻厲害的 能夠活下來 真的蠻厲害的 好 那在台灣 台灣的社區發展 沒有那麼誇張 不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就還好 那我們就共識 他只是偶爾衝突一下 就是社會運動 稍微用一下 台灣沒有什麼挑戰權威的東西 很少 台灣的沒有沒有 真的很少在做挑戰權威 他只是跟著大家都分類而已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壓力 你懂嗎 就是沒有那個壓力 沒有說這種 沒有逼迫 逼迫跟別人打架 跟警察打架 對不對 沒有跟軍人打架 沒有沒有 就是沒有 這個是對外 對外才是有這個狀況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需求優勢 共識衝突 然後地區發展 地區營 社區營造 然後社會運動 喬大喬威 好 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啊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 行為 知識 態度 行為 好 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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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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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促銷 產品 價格 然後還有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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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看一下 好 那我就 那我就 等一下 現在看那個好了 還是跳來跳去 我們現在看右邊來 右邊那個地方 走一直跳下去 好煩喔 教學方法 講述 啊 之後我再去拿 拿一下東西 拿一些教材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講述 問答法 腦力激盪 小組討論 培西式討論法 角色扮演 自我評量 然後遊戲教學法 價值成親 然後倫理的提案法 這幾個方法 培西式討論是說老師 掏出一個 掏出一個主題 然後左右 分成左右兩組 然後正方 以及反方 的方式去做教學 早上扮演就是一樣嘛 再說比如說 再就是說 欸你是爸爸 大家今天扮成爸爸 你會怎麼樣去教育小孩 你是媽媽的話 你要 你會煮什麼飯 煮什麼東西給小孩吃 之類的 一直是概念 概念上的教學 導力激盪 就是拋出一個議題 然後大家一起 做導力激盪 做問答 很簡單 那想得到 公共衛生不知道 還要不要講 是因為 已經快教完了那個東西 公共衛生之後 還要再去教 那看一下 好像 生物技術 生物技術的部分 還要做 生物技術的部分 好像以後還會再教 再教 再教 再教三堂課 左右 我就差不多了 那個內容 就差不多講完了 啊 只要教課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樣子教啦 我個人的理念是說 教 20分鐘 20分鐘是一個概念 是一個很好的區間 你20分鐘以內 其實是貼近你 念書的考試範圍 那就是比較好的 那高 超過20分鐘就表示 可能有時候講 講話 累贅 講太多 累贅的東西 那可能會變成超過 那學生就睡著 就 就這樣子 沒什麼 就只有 你教 你不論你 老師教授 你想要教的東西 是什麼 要知道一件事情 學生 就是 他耐心就是這樣子而已 20分鐘 就這樣而已 你教多了就是 教多了就是有點 拋 拋棄啦 就這樣 左耳進 右耳出了 學生20分鐘後 就開始啟動 左耳進 右耳出 然後就自動消失 所以我講完的東西 都自動消失在他耳邊 然後就是 記不住 一方面是累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老師 老師講的東西 沒有 並沒有講那個 並沒有 那麼的 沒有打在那個精簡的點上 那這個 這個問題常常出現在 出現在 教授 大學的部分 教授常常會發生這個問題 教授他們 很少 他們的又要做那個 策略 要做那個 那個測驗已經做那個subject 他subject要去run那個 那個environment 那個environment 跑過一遍 但是他又需要回去做教學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等於他切成兩半 等一半 本來是50在做工作 本來是50在做教學的部分 本來是50在做研究的部分 他的做出來的成效都不髒 要教也教得半套 然後研究所 要研究要教 要研究 那個內容也出來的效果是半套 就很尷尬 這是現在台灣的現況 台灣現況就是這樣 想改變一些東西 也覺得很難 是很難的 還是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好 來 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講那麼多可能 沒有啊 已經講到後面了 就是後期 來 我們只剩下 有發現 我們只剩下兩個了 兩個重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講一講 所以大家看 就跟大家講 這是精簡的東西 你復習的話 你要復習就要會復習 你就把重要的東西都畫在手上 你不要 傻傻的 就拿那個東西 就 怎麼講 就拿那個東西去寫 你不要 不要傻傻的 只是去抄這個東西 就是抄課文 抄課本 你看 念課本 是兩檔東西 你 你抄課本 一直是手部運動 手部運動 你比如說 像這種東西 喔 這叫手部運動 就稍微念一下 就趕快念一下 這個東西 就是稍微念過幾次 就知道 畫一個半圓 來畫一個半圓 三頂 三下 年輕人 老人 巨細胞 巨系統 來 是民族 然後 微系統 則是 細胞或者是精英 看你要學哪一個 這樣 就結束了 就這樣 你會寫的話 就這樣就結束了 還有上面這個 Reend Reach Effectiveness Adoption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Maintain Maintain 好 那 最後一個 反正 之後的話 衛教 可能 再去考 呃 這 這就是 呃 像這個東西啊 我要這個 教這個東西 好像教四個吧 四個 呃 四個小時左右 那其實 這個東西 難度偏低 它不是那麼難記 這個跟社會性公民一樣 它也是記 記那個關鍵點就好了 然後把幾個 東西框在一起去做 講 記憶 記幾次就可以了 然後讓我看一下 這一個 precede precede model 最後最難的model 所以 衛教這一個科目 最難的就是這一個 這就是最後一個關卡 你貴 你就記好 ok的 你記好ok就 過了 過了就過了 很重要 這就是最後了 來 我來從上面 這要怎麼寫 看你要的 看你要的那個 要求是怎麼 這要留三格喔 一二三 三格大小 來 行政 行政教育流病社會 行政教育流病社會 來再念 行政教育流病社會 好 這邊 跳過來 結果衝擊過程執行 結果衝擊過程執行 這個東西就一樣 這個很簡單 這個東西執行 process execute 執行 process impact 結果 impact跟結果這個東西就是說 衝擊是做短期的 譬如說 短期的譬如說 當面譬如說 老婆看到老公在偷咽 他就罵他 說你不要再偷咽了 那他被人家嚇到之後 然後就好 我不偷咽了 然後就短期的 那這個不清楚 他會不會維持這個行為 就是他選擇行為意圖 不 不 tun tun 他的行為意圖成為 no 也就是不吸煙的狀態 但我沒有辦法確定他會不會繼續 所以就是健康 但是他生活 長期然後可能過六個月 或者是三個月 然後過六個月之後 然後你回來看 誒? 還要抽煙了 這就沒有 然後老婆就說 啊 老婆就說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說服他 他就是要抽煙 我去想抽煙 然後這就麻煩 好 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 其實一排就是這一個 大 大體 大體 這個是細節 大體不是死掉那個大體 就是那個細節 不是死掉那個喔 這是細節 細節 然後這邊細節 越來越小 細節 然後來看一下 教育政策 前行使能增強 基因行為環境 健康生活 這兩個是分開的 要小心 這是健康意圖 這其實應該是健康意圖 然後這邊就是 生活 最後的結果 回到社會大歸面 大層面 以及結果 看過之後至於 這一個歸納於 最後停於結果 而其餘生活中 好 那看一下 陳情死能增強 陳情就是不能夠改變的東西 年齡 然後死能就是 那個 這個動作可以做改變 改變 比較大的範圍 改變那個意圖 行為意圖 比如說衛教 衛教就是這個 增強 就是由一個人去改變你 比如說 這是重要他人去改變你 比如說重要他人去改變 爸媽 爺爺奶奶 然後 可能其他的 可能其他的 其他的什麼 山書之類的 山書外 外省之類的 就是你喜歡 給你重要的人物 給你 教教導你 然後支持你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來 這是最難的東西 所以我們再看 最後再看一次 行政 教育 流病 結果衝擊 過程實行 我會先寫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 你要先確定他那個長度 你要留三格 留三格來寫 不然你寫太窄的話 那個會 會壓到 你會壓到這個東西 像這個東西有沒有 就已經壓到 環境已經 環境跟衝擊 這一個格子已經卡到了 所以如果我 如果沒有再 更進去一點的話 就糟糕了 等一下再卡 寫不進去 就很尷尬 好 前行使能 來吧 前行使能增強 前行是 前行是 年齡 年齡 年齡之類的變相 然後使能是 衛教 比如說衛教之類的 改變因子 然後增強的部分 就是重要他人 比如說爸爸媽媽媽 來做增強做改變 好 那就大概講到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因為這個衛生 已經講過一次 已經講過一堂 五堂課了 所以其實已經講完了 那大概就 講過一次 就想要 在考試前 我再為自己複習 然後這邊再講過這一次 下一次考試 不下一次考試 應該說下一次頻道 應該會 做 應該會 從 醫療法規 法規 法規的部分先 帶過一次 然後還有行政法 行政法之類 然後 我再看看有沒有辦法 再 英文會去帶下去 我英文 日文的順序是說 我先教完日文 我先教完英文 英文大概先教一陣子 教大概五 六啊 六堂課 但是先教六堂課的英文 英文先帶起來 然後帶完之後 我再去帶日文 日文的話 我自己也不是很強 就是 N3 而已 然後 像學姐 不像學姐 有同學超強 N2 他高中 高中就N2 超強 他高中 高二還高一 高一就N2了 很強的家伙 超狂 超狂的 但是 有一些是 像我學姐是 N1 他也是 他超強 他不知道 你知道他學 學那個都說 是說 玩玩 說玩玩 他只是說去玩玩 玩玩去玩那個 去念那個 念那個日簡 然後 哇靠 就N1就過了 超強的 你知道 這超強的 好不好 隨便玩一玩 N1就過了 這超強的 怪物 怪物學姐 好 那 講多了 那 我們健康衛生 行為的健康 行為的健康 教育 衛教 簡稱衛教 衛教科 這一塊 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講的東西 我就不知道要講什麼 可能這時候要講的話 因為 公共衛生有去 停頓的一次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 重複 重複再把課再打開來一聲 那 反正就講到這個地方 那就 現前戰爭的觀看 這次Nexus Nexus out